260萬人 有20萬人的提名 可以符合參選台灣總統的資格 所以我們香港有2千 2千6百萬 2千6百萬 香港有700萬人 所以要根據比例下調 到底是6萬、7萬、5萬、5萬 我相信未來的日子裡 討論一定會繼續持續下去 怎樣的情況下 是可以令到既有一個合理的門檻 但是那個門檻 又不會高度去排斥 其他有不同政治理念、意識形態的人士 是可以去參選特首 令到我們的普選特首的選舉方式 符合國際標準定義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好嗎? 好,接下來我們立即把麥克風交給 進步民主連線的陳素玲小姐 大家好,我是進步民主連線 其實阿欣先生都講了很多我自己的心聲 就是關於普選的方案 我稍微補充 因為我們有一個民主導流力量 一個成員叫做露小基督教會 我就叫了快必 今天一定要來大家討論 我不知道他到了沒有 其實他提出了五個權 一定要有的 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被選權和被提名權 就是缺一不可 如果沒有其他一件事 根本做不到殷先生所說的人平等 也都符合不到現在國際的標準 那待會可能在問答時間 我們可以問一問 陸小教會那邊的代表 有些甚麼心聲 因為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在一個佔領中環那個在談會 都做了一些動作 這些運動去採取了很多市民的心聲 那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關於普選的方案 我就最擔心就是說 給一些政黨做一個交易 就好像當年我們見到民主黨談普選的時候 就出賣了我們香港市民 就因為他們要做一個交易 令到自己民主黨的議員 或者他們那些將會被選為議員的人 可以不停的那份工 繼續在議會那裡不做事 去交電費、交電話費 那普選聯那裡 或者待會我們問答時間再補充 我是想講講關於不合作運動 那其實我現在就是在絕食著 那我絕食這件事就是自殘 就不是不合作 那不合作運動 我們人民力量 就是我以前所屬的政治組織 就在議會裡面都做過就是拉布 拉布就是對政府不合作 因為我們在香港 你見到國家 我們試圖去罷課又做不到 跟著有保衛香港聯盟 試圖去減少或者交少十元稅 都做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交十元稅 很多人都擔心說會不會被老闆炒 或者很多刑事的責任 那所以如果在不合作運動 香港要做的話呢 第一件事我就覺得 一定要有一個醞釀 要給香港人知道 做什麼事 正如當初我們在人民力量 有一個拉布的時候 我都經常都叫一些議員 辦事處的職員 一定要做一些街站 因為我們試過 跟同事或者自己的朋友 聊 他們都不知道你們做什麼 在拉布的時候 不停地被人標籤為一些搞事 阻礙一些路人家拿路人金的運動 所以我覺得不合作運動 一定要有市民的支持 如果市民不支持 人家真的不知道你們做什麼 還有我覺得不合作運動 是要趕時機 那現在你看到大陸的經濟 或者是股票 各樣東西啊 開始是爆破 那其實接下來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那大家要抓緊這件事 那就不是說殺到埋身 你才做 而是不停地去 透過你們的文宣 或者是議員裏面所 投票決定的每樣東西 去告訴市民 其實不合作運動 是阻礙少少 所謂的公共的秩序 不過你少少的退步 或者少少的停滯 是令到你未來是會不停地進步 如果你連少少事都不肯做 香港是不會有任何的進步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政黨都鼓吹和理非非 其實和理非非也都不是不可行 因為在香港 一個所謂的金融社會 最重要就是有秩序 有少少秩序受到阻礙 都會被很多人群起公之 說你不對 所以我們有不合作運動的話 如果我們有團結有力量 就可以令到一些 我們想爭取 譬如未來普選 這些方案可以爭取到 其實不合作運動 是很講一個團體 或者是這麼多個市民 就不是說一兩個政治明星 或者領走出來 喊兩喊 成功不必在我 是靠大家有沒有心去做 我見到現在不合作運動 交稅、罷貨、罷市 可能是很難的 其實有些事情 可以是慢慢去灌輸 去告訴別人 因為我見到譬如說 iPhone 政府出了iPhone 很多香港人都預約去買 其實iPhone 都是令到你政府的庫房增加收入 如果大家都去排斥這件事 去說政府不對 你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你沒有做的 你會出這些iPhone 可能社會裏面 多些聲音會出回來 知道現在香港是 面對著一個不公義的社會 我就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